广东潮汕 此季之功推动社区环保 除了鼓励小朋友从小来学习 还吸引了当地的电视台采访 而上海家定原名社区 也有学子在刚补习完回家 想到的就是回去做回收分类 而他说呢 垃圾是人类忽视的一种宝藏 做环保的地点就在社区的大门口 左邻右舍 有默契 时间一到 主动送来回收屋 不只是走这一趟 常常是两三趟 辞济与社区已经互动一年多 从环保开始也办读书会 大家从陌生到认同 刚补习回来的张子泰 一放下书包就来做环保 很漂亮 然后在这边扔掉了很可惜的东西 我们觉得垃圾是一种 人类忽视的一种宝藏 广东普林慈祭人首次在环保站举办教育活动 孩子们除了听也动手做 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丢掉了许多宝 当地的媒体记者也特地来报道 亚裔回收的宝特瓶能够做成柔软的毛毯 也赞叹此意志工带动社区民众减少垃圾 还能够做好事 尤其是不分年龄都能够来付出 共同用双手亲近大地 也共同用掌声分享了做环保的喜悦 在新闻珍珊美之宫杨延湖方宏伟无尽 综合报道